房市总司令严秉立公布今年第三季商用不动产总金额560亿 比第二季全涨65%热到发烫 买方大多是科技业 其中台积电跟群创光电 买进南部科学园区厂房最大比 金额高达171.4亿元 但住宅市场在央行总裁杨金龙寄出第七波信用管制后开始降温 明代甚至质疑央行滥杀无辜 要求一个月内提出检讨对策 但严秉立有话要说 哪有单杂无 就是要给投资客跟投机客一个教训 这个政策是应该是被制止 因为我觉得这个市场已经长得太夸张 大家都问说那现在是不是要下去吗 我说不要去追逐天边的采访 我说他是虚的 他总要时间下来 减18月份六都买卖移转动数2.45万栋 已经比7月衰退7.6% 这一回央行再出手 五大都会区9月建物买卖移转动数 合计剩19028栋 月减7.4% 双北 桃园 台南都降温 只剩台中维持正成长 甚至有数据指出 新北多区房价一瓶喊到90万 房价租金比来到60倍 买不如租 市场形容金龙海啸来了吗 严秉丽不这么认为 他不会泡沫 也不会崩盘 合理理论加上他的大概有两三成的 这是这个获利 超额暴利 那这是一个bubble 那这个部分是被炒上来了 所以他这个东西会拿掉 就是回到了这个合理理论 那一般来的合理理论 除非今天市场糟糕是说 连合理理论被吃掉了 目前台湾我看一两年还看不到这个情况 房市买卖数据连两个月下滑 严秉丽分析第四季会持续下探 但还在可控范围 等到数量明显减少 或许房价才会松动 首购族自住客想买到甜甜价 可以再等等 明示生活家里林大为台北报道